新的盟友 埃格尼斯·麦克彬 出生1815年1月5日 埃格尼斯·麦克彬是家庭主妇及钢铁厂工人的女儿 出生于苏格兰的贾恩·科克 身为六个孩子中的老大 埃格尼斯很快就发展出强健而坦率的性格 且一间父亲照顾又小兄弟姐妹的职责 好让父母能专心冲刺事业 在1813年苏格兰开始建构自己的铁路系统 贾恩·科克到格拉斯哥的铁路干线 他的父亲蒙哥·麦克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因此被派遣到铁路战场工作 为了向父亲看起 埃格尼斯尽可能学习火车的相关知识及运作方式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跟蒙哥一样成为铁路专家 三年后 埃格尼斯的机会来了 蒙哥的健康情况突然恶化 而此时正值苏格兰及英国铁路干线接轨的重要时期 虽然连接这两个铁路系统引发了对阴谋论的想象 而埃格尼斯为了继承佳绩 因此协替父亲在火车头工作的职位 然而虽然不太寻常 但为了加快工作移交速度 他也替了父亲的身份 两年后 在一场意外下 埃格尼斯身为女性的事实曝光了 而为了惩罚他 他被转调到史塔瑞工业工作 在那里 他被派到白教堂区帮派首领 来帮派领袖雷克斯福特凯拉克的手下做事 这个人生性残忍 并且将他的火车用作非法运送工具 到了1868年 这辆被杀火车遭到刺客双胞胎雅克及伊韦弗来挟持 在教授后 双胞胎愿意协助他与他的同事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 因此他开始为刺客们服务 这个是我之前跑出不小心跑到的 me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